在公民會之前我們把這張照片留下來 完工之後我們也會找一個地方把我們做完的東西 再拍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捷運做完以後改變情形是怎樣子 那以上是說從武道友 那包括我們過去在做這個大橋頭站的時候一些感覺 在這邊跟各位做報告 再下來我們就正式今天的一個簡報 簡報的內容大概分為工程概述施工方法 然後我們這個工程準備要怎樣做的一些工法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交通維持,要做這個工程有一些交通需要各位的配合 會打倒到各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因為有一些交通維持的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有一些宣導計畫 跟各位做報告,希望各位大家能夠做一個配合 還有R03,我們完工以後這個R03車站的一個模擬 3T模擬的一個站內的一個情況 這是我們細部設計工工公司所做的 我們那個模擬圖也展示 展現給各位先了解一下我們做完以後 車站是個什麼樣子 那後面有關建物安全、建物現況、監測環境 還有一些房屋稅的條件 大概就這九個議題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首先 有講真打 台北世大運哪一年舉行 那各位知道答案的請舉手 這是一個市府政策 我們要來推動這個政策 這個是吉祥物 最近有吉祥物的一個投票 那歡迎各位上網來看一下熊戰 熊戰這個圖案 它有吉祥物的投票 歡迎各位去投票 聽說有的抽獎 那歡迎各位去參加 然後 好,我們來請各位 我數一二三好不好 一二三 這位這位先生 那我前面這位先生 2017年 好,答對了 2017年 明年2017年 這個2017年世大運 那世大運是在明年8月19日到8月30日 舉行四大運 那這個日期 也提 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們要推動這樣子的一個 四大運 希望各位市民都能夠全力來支持 就工程概述的部分 這個工程呢 我們是5807區段標的一個整個工程 那業主呢 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 那剛才開場的時候 由我們處長 來為 跟各位做了一個說明 那是我們處長親自 對這個工程 對這個 我們將來或許要施工 跟各位的一個重視 那處長也親自到這邊 周處長 周文町周處長 到這邊來跟我們處置 那這個工程的設計呢 是雅興工程顧問公司 是雅興設計的 施工廠商 得標廠商 那是中華工程 跟日商大豐 日商大豐 共同承來 那契約的金額是48億 2799萬6500元 開工日期 開工日期 我們在105年10月17 今天是9月30 10月17的時候 我們跟廠商的期約關係 是從10月17 開始他們的起船 公期的一個日期 整個公期呢 6年 這是寫2191天 可能各位比較難 我們要把這個工程完成 事實上工程也滿改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工區範圍 工區的580西標 那是從這個R05的一個尾軌 這個尾軌是原先已經做好的一個尾軌的一個車站地方 那我們是從這邊以潛頓隧道施坐 這邊潛頓到488.9公尺 這一段有一個橫度線 我們稱為橫度線 橫度線的用意呢 就是讓車子能夠在這邊做一個交叉 有一個軌道能夠交換 有一個交叉 譬如說從上行線要往西的 它可以從這邊調換車子的一個方向 所以必須要設一個這個橫度線 那後面這一段呢是R03車站 是我們的一個車站叫R03車站 那車站的後面是 有潛頓隧道的一個 用潛頓的方式來挖來施工 那這一段是做到這個育成公園 那全區呢大概整個是1.4公里 沿線就連著信義路六段跟福德街還有中坡南路 後面這邊中坡南路 那車站設呢我們設一座車站 這一座車站呢 站名是R03車站 R03車站 R03車站地下有三層 長大概213公尺 那寬度 寬度16.55公尺 是我們結構做好以後的 這個寬度有16.5公尺 那横度現長119.4公尺 前後有兩段的前頓隧道 大概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個我們是5807標 一個一座車站 那這是整個我們這個 信義線東延段的一個 施工的一個範圍 從這個地方 那柱子大概上面來看呢 這個車站的所佔的大概是從 福德街151巷口到 51巷口 中間大概隔了 100號 雙號 單號來看 隔了100 100號是我們的要明挖的 要把它從地面上開挖的一個範圍 這個車站平面配置 大概是剛才設置的在這個地方 這整個車站我們設置在 福德街的這個下面 這一邊呢 跟廣直園區 我們會有兩個出入口 這一個A出入口跟C出入口 這兩個出入口 我們會跟廣直博愛園區的園區裡面 去做一個共構 等於說會定在他們的區公所 行政區裡面 這等一下我們給一張圖的這個看 那這邊也有一個出入口 是在這個社福大樓的一個裡面 那這兩個出入口都是跟大樓一起蓋的 那這裡面也都有兩步上下的一個電扶梯 那還有一座電梯 還有設置的樓梯 樓梯也是必須要設置的 那西出入口這一邊呢 也是電扶梯兩步 那樓梯一座 那還有這個通風景 通風景或許我們也會整 現在也會整合起來 跟這個在社福大樓裡面 或者是在這個區公所裡面 行以後或許蓋的 那這一邊呢 在這個車站的這個南側 有結山連開的部分 連開部分是後續 目前我們協議局也在跟各位做一個協調 就跟地主做一個協調 連開設置的範圍是指這個地方 那裡面因為必須設一個出入口 還有一個通風景 那這個連開部分由我們局裡 連開處跟路權室那邊在做辦 跟在徵守各位的意願 同意以後 我們才會設置這樣一個連開區域 聯合開發的一個區域 結山的一個連開 那這個是後續 這個廣池園區開發案裡面 我們的兩個出入口 都會併在這棟大樓裡面 跟這個社福大樓裡面 那目前這些戰體也有 我們這個是一個異項圖 那這個後續的整個案子 由杜發局那邊在做推動 可能還會跟各位說 那這個也辦過兩次公聽會 那後面這個我們也只是一個 示意的異項圖案 那後續可能包括各位里長 各位貴賓 鄉親可能對這部分的建開發 可能都還有意見 那是否會併整個意見的考量 做一個確定 那這部分是不在我們捷運 R03站的一個工程範圍裡面 那這個是在福德街上面 兩個出入口 大概A出入口是在這一棟的行政大樓的 這一個下面 那這一邊大概Starbuck這個地方 應該是Starbuck 這個也不是自入性行銷 這個Starbuck的人 大家比較好認 意思是說有咖啡館可以休閒 這邊也是有一個出入口 以上這個沒有強制行銷的意思 請各位包含 這是廣直的一個完成的園區 那我們這個 東元段裡面的車站 一座車站 這個車站 那以下這些數據呢 請各位做參考 一座車站 它有一個橫渡線 那它的深度 開挖深度、長度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我們就不再細看 那裡面有通風頸 有X通風頸跟Y通風頸 這通風頸是必須要的 還包括這通風頸、四樣頸 那R0 那隧道的部分呢 是R05尾軌到R03車站 剛才也跟各位做說明了 裡面我們有環片 普通環片還有鑄鐵環片 它的一個結構是這樣子 這是它的細部的一個情形 跟各位做說明 當然有獎真打 請問我們信義東元段 將設計坐車站 抱歉 剛才答對了 這位先生我們有沒有給你紀念品 有嗎 有 那這個是信義縣東元段 將設計坐車站 好 再來 我們舉手為先 郭誠你幫我看一下 因為我看 好 一、二、三 中間這位 中間這位 哪位 哪位 後面比 手指都比二的 那個 好 一座 好 答對 我們給獎 好 下一個 新義縣東元段 施工名稱 翻號為甚麼 什麼 讚 好 我再一樣 再來 一、二、三 這位 這位 R03 恭喜你 答對了 別獎 再來 施工方法上面 這個是車站的部分 我們採用這個 明蛙覆蓋的一個方法來做施工 我們這個圖呢 顯示是 大概有這 基本上有這五個步驟 我們會施作建物保護 建物保護大概是 旁邊有施作這個紅色的這個裝備的這個部分 各位等一下看這個 我們這個螢幕會跳動呢 從這個螢幕一直跳動下來 那配合了這個圖 跟這個我們照片的一個 一個提供呢 給各位說明說 我們這個是在 怎麼樣來施作 有哪一些步驟 這些是微型裝的一個施工 在這個 好 各位看這個黃色部分新增出來 是連續壁的一個施工 連續壁的施工呢 就是用這個連續壁 是抓捷機來施工 那這個 為甚麼要做連續壁 連續壁就好比說 我們一個盒子 一個盒子 一個K啊 四個邊 都有一個薄薄的一層東西 跟我們的結構物比起來 它那層是很薄的 那薄的東西 假如中間的土挖掉以後呢 不給它支撐 那個薄薄的 那個殼子 那個KR一樣 對壁 會被土壓壓扁 跟水壓壓扁 所以我們要一路的 連續壁開挖以後呢 這個盒子做好了之後 要一路由上面往下挖 開挖的時候會向下做開挖 這是開挖的情形 那開挖剛才講連續壁 我們這個工程是 1米2的一個連續壁 所以這個深度呢 要是做33公尺 那33公尺 假如中間都沒有支撐 它就會變土壓索 所以牙道會狂掉 所以我們一路開挖下去 要做這個支撐 這個形當支撐 來這樣才能夠把一個車站 往下面挖 再來就是向下開挖 把中間的土開挖以後 邊開挖邊支撐 邊開挖邊支撐 開挖到最下面以後 開始搬鋼筋打 滾泥土搬鋼筋 鋼筋以後呢 就開始把滾泥土灌回去 那個滾泥土灌回去 來一層一層由下往上做 來完成我們這樣的一個車站的一個結構 車站上面完成以後再把它填起來 填土填起來 填起來以後呢 上面就是恢復到原來的道路 那原來的道路是做什麼 我們就互舊成為什麼 那過去市府當然有一些 包括路人植栽啦 或者一些燈路燈的一些新的設計 請問你這個支撐為什麼 那種白色的這樣都看不清楚 你知道嗎 哦這樣子齁 為什麼不用黑色的呢 呃好好抱歉抱歉 是讓人家看清楚嗎 呃不是不是 抱歉 他白色是這樣的啦 因為綠色的部分是 這個照片 這一個圖案在做的啦 那最後一個階段是 這個回填護舊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做完以後 把結果把這些點起來 再下來 呃有獎針啦 R03車站採用何種工法施工 呃好 把手放下一下 一二三 這位藍色的先生 後面 謝謝你 那你很懂工程 可能是不是我們 呃 通業啦 好 那這個是隧道 潛注隧道的部分 潛注隧道呢 我們也分了這幾個步驟 就是施工 一個工作體施組 然後潛注機組裝 組裝以後又發進 發進以後 開始正常的一個轉捷 轉捷以後 到另外一端 潛注機會出來 好 那這項呢 是潛注工施工 也是 工作井的部分施作呢 也是採用一個 連續地的一個抓捷機 來做一個施作 好 那我們這一站呢 事實上我們沒有 不會另外再做一個工作井 我們是利用車站的兩端 在邊做車站的時候 邊做工作井 也就等於說 邊做這個工作井 車站挖到下面以後 工作井也完成了 從這工作井裡面 潛注機 再進下一個步驟 潛注機的一個組裝 這一部潛注機呢 大概有6公尺高 我們一個人大概1米7左右 那這整個有6米 6240 大概6.2公尺的一個高度 那一部潛注機 230公 230噸 這整個都是有鋼 鋼的一個環片 鋼的一個外殼組成的 前面有一個潛注機 這個會像風扇一樣在前面旋轉 挖掘的時候 旋轉那個土 土體會進到這個艙體裡面 我們就把那個土排掉以後 就可以往前前進 這是我們潛注機基本的一個 挖掘的一個方式 好 組裝潛注機完以後 潛注機會發進 開始往裡面推進去鑽絕這個隧道 從裡面推進的時候 後面的這個環片就一環一環煮上去 這個各位後面看到的就是那個環片 這個環片 比如剛才那邊灌槍 肉往裡面放後面那個香腸就出來 差不多是各位想像成那樣子 但是前頓機環片中間是一個環是空的 那我們邊前頓機往前推進 後面環片跟著組 所以前頓施工會很安全 這是前頓機的一個專頁 這是環片 這環片一片 總共我們是六片七片 七片的一個環片組成一個圓 這一片圓 一片的一個環片厚度只有25公分 也就是所有我們挖這個隧道 然後是由這25公分組成一個圓 只靠25公分的這個混凝土 裡面還有鋼筋 來支撐這整個隧道 因為組成一個圓了以後呢 它可以抵抗外面很大的一個土壓水壓 所以它只需要這25公分厚的一個混凝土 這是前頓機專給出來這個前頓隧道的一個情形 那到達了之後呢 這是發鏡 到達之後從裡面要出來 這是出來的一個照片 看到前面的影片裡面都會有看到 接下來淺頓機的隧道部分是由淺頓機來挖掘淺頓施工 那車站的部分我們要採用連續幣 這張圖是跟各位報告 我們為什麼要佔用13.5公尺的一個寬度 這裏面我們要有幾部這個吊車還有前頓機抓絕機 我們要迴轉要旋轉要把這個鋼筋籠 這一個地步我們要組那個鋼筋的一個情形 都要吊起來然後放到連續挖的那個溝槽裡面去灌溫泥土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13.5公尺的一個寬度 這也跟各位報告為什麼 我施工的時候要佔用那麼大的一個圍營 那這是淺頓灌漿的地盤改良的時候 我們也會佔的範圍比較小 那這個是我們裡面的一些機具配色的一個情形 基本上大概會佔用到這個7公尺寬的一個寬度 信義先贏隧道採用何種功法之功 是有講真答 好一二三 那邊那位紅色 來是淺頓 好答對了 給獎 好繼續 挖採隧道使用什麼機器 好各位準備一下 一二三 我們後面的藍色那位先生 淺頓機 淺頓機 好恭喜 謝偉別講 我們這個大概有十題啦 這個進行到第六題 好再來 那我們要做施工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交通維持計畫 因為這個交通維持計畫 大概我們有分七個階段 一條道路 我們福德街上面 施工福德街 總共我們後續會把人機道消減掉 消減掉以後 這個路寬總共是25公尺 25公尺 我要佔用了13.5公尺 來做一個連續壁施工 所以剩下到12.5公尺 不好意思 算數不好 11.5公尺 這個地方來做施工 所以跟各位說 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交通維持計畫 這交通維持計畫 我們捷運局要把我們的計畫送給交通局去做審查 交通局對於地面上的交通 事實上他們都很在乎 一定要去把握 要不然交通會堵塞 車子會塞車 這個我們的交通維持計畫 是由台北市大陸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在105年6月的時候 第六次工作小組審議通過 那合定日期是這個 各位參考 也就是說我們一次經過合定 通過了一個交通維持計畫 請問這個會議有民眾參與嗎 民眾參與嗎 民眾有參加嗎 有被邀請嗎 基本上這個都是要專業的部分 所以專業的部分 我們就是由專業工程師交通局那邊去做審查 交通計畫應該是我們全局 您都應該知道的 是沒錯 所以我們用說明會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我想我先把我後面整個報告說明 等一下我們有留一些時間給各位提問題 問題是你所以已經通過了 對 這個行政程序上是通過 好一下 交通維持計畫分有七個階段 這是我們車站的一個範圍 紅色部是我們車站要施工的一個範圍 整條這個車站的範圍就已經佔用了整個 做完以後就是整個道路 整個浦德街都已經佔滿了 所以我們要分階段來做施工 那施作的時候呢 我們先圍設這個南邊 整個R03車站的這個南邊區域來施作這個連續壁 這個動畫是告訴各位 我們先施作這個南邊 大概初步步大概要第一階段要做18個月 施作裡面包括這個連續壁 還有裡面一些白水香涵 那這個因為裡面有一些香涵 所以我們要把它 香涵也要先建 讓那個水能夠流以後呢 才能夠繼續往下面挖 那這個是我們所佔用 施工佔用的一個區域 各位看這張圖的時候 它等一下顯示一個階段 我們就會出現一個施工佔用的一個區域 那佔用的施工這一邊的時候呢 這一邊還有一個車道 另外這一邊還是保著兩個車道 所以這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總共25公尺 只剩下這10幾公尺來維持這個交通 第二階段的時候 第一階段在南側第二階段 就是坐北側的這個圍裡 一階段一階段來坐 那我一定要留一些路讓這個車子能夠繼續行止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我們會佔用道路中間 就是圍裡圍色再加車在中間 這個大概只會是使用到12公尺 12公尺 那兩邊呢 這邊還是由交通維持這個車道來提供給車輛使用 那這個大概是50億項到150億項這一個範圍 因為單號這邊有號碼啦 雙號那邊這一邊是廣西園區啦 還有這一代的相機也是會受到這個圍裡的一個干擾 在這邊也很請各位跟各位做抱歉 第四階段的時候上面都挖完了 我就說我們會分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們已經做回田 做一個復舊的回田的一個工作 所以佔用的面積會可以比較小 就不用越來越小 那時候車道就恢復 兩個每邊都是雙方車道 那這個是也是分階段 在施工中間區做一個回田的部分 再下來呢 最後第六個階段 大概做到這邊大概就已經車站都回田完了 整個一個順序大概這樣 第七個階段我們會把這個人情道做一個復舊 這一邊做一個復舊 剛才那邊的人情道在第六階段 也就已經在做了 整個工程在做的時候 我們所要施工的一個範圍 車站會採用棉花覆蓋的方式 會佔用這個福德街這一段 那在這邊我們請各位鄉親 就是假如能夠盡量去繞道不要再走到這個施工範圍裡面 因為可能路稍微小一點 那還是可以走 那只是說我們還是盡量有規劃這一個大區域的一個交尾改道情形 那也跟各位鄉親幫我看 盡量利用這些道路 也就利用這個信義路到利用松德路 還有這個松仁路 松德路然後假如要到這個城福路這邊 因為有一個南港社區在這個地方 假如要去圍那個地方的 你盡量利用 要到那邊去利用外圍的一個道路 那這邊可以利用松仁路 那以上是我們大區域的一個交尾改道 請各位盡量利用松仁路跟松德路 那在佔用七個街道的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還會做一個人行道 前面我們大概10月11月 我們那開始做了一個人行道一個削減跟管線遷移 還有側溝改建 這個我們稱為地零階段 各位抱歉我們這個前面地零階段的時候 我還有一些比較前期就要做的 這個我們用圍籬不是用姿勢的圍籬 我們用行鋼護燃的方式把這個人行道 人行道剛才我們要把它削減掉才能夠 兩邊都削減掉才有足夠的空間 來提供我們的施工區域13.5公尺的一個占用 所以在地零階段會兩邊會把這個人行道削減 人行道要削減也不是說我明天派車子進去 派工大型的機器進去敲就可以把它敲出來 就可以交通改道維持 結果就有露出來 各位看下面 人行道上面我們還有這個街燈 大概我們會使用到這個範圍 除了街燈以外這個紅色的消防山箱 這個是有關各位的一個居家的安全 所以我們這個要保留 那怎麼保留 人行道削減以後它總不能夠還長在路中間 所以我們會把它降到地面上來 這個我們要跟自來水劇做協調 也就是人行道上面還有很多東西 各位有沒有看這蓋的蓋子 這裡還有一條水溝 水溝我們也要去 不能夠說我把人行道削減水溝就不要了 那到時候下雨的話各位鄉親會怪我 所以這些我們施工前都要做一些考量 除了剛才那個消防山箱 我們這一區南北兩側中有10個 那這個是中華電信的這個東西 人行道削減了以後 如果中華電信這一坨在這裡的話 車子怎麼走 這些我施工前都 這個是台電的電箱 電電箱 這個在松山加商這個地方的前面 所以這些我們都要去把它消除網 去協調 往裡邊 以我的人行道才能夠去削減 才有足夠的空間提供交通維持的一個需要 那包括這U-Bike U-Bike裡面也有設施 還有各位的入口的紅綠燈 那都是我們施工必須要去做的 這個也是中華電信的這個箱子 跟我們去協調中華電信說 很簡單你就掛在圍儀上面 事實上我們第一階段要削減人行道的時候 還沒有圍儀來掛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設法先把它往裡邊移 也不是說我就把它163往這邊移 它下面的管線必須要先做一個 改到一個前移 所以人行道削減的時候我們要來施作 跟短線單位去協調 把這些突出在人行道上面的箱裡 先做一個板裡先做一個前移 才有辦法把人行道削掉 或許我們才能提供出來做施工需要 那上面也有一些停車格 聽這個我們也是必須要去做一個圖削啦 那在這邊也跟各位先做的說明 也就是停車的部分可能我們會利用一個 就是廣直園區的臨時停車場 或玉神公園的停車場 再遠一點松德路底的一個松德停車場 可能有幾百公尺 可能在這邊也跟各位鄉親先生說抱歉一下 實在我們實在沒辦法 但是捷運做了 我們會盡量趕快來完成 把這些車位才能夠再提供回來 那剛才幾個階段我們在試坐南側圍梨的時候 這一個紅色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試坐南側圍梨的時候 這個北側的車道會有兩個車道還可以走 南側的地方只有一個車道 我們會把路稍微加寬一點 變成一個混合車道 混合車道一個施工 這邊跟各位鄉親做一個報告 第二階段在試坐北側圍梨的時候 那這一個部分也是一樣 紅色的部分變成一個車道 這個是由東往西的方向就變一個車道 那南側已經做完了 所以這邊恢復兩個車道 那北側一個混合車道 比較寬的一個路來供車輛使用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大局的一個交圍的一個改造方式 來跟各位 請各位能夠配合一下 這個是 就是我們的施工廠商中華大工在施作中校新生站的時候 這個當時也是本人在那邊做負責 也是公務所主任 這是中校東路 這是新生南路 這個圍梨圍色是在西邊的部分 那裡面我有吊車 有這個怪手 有吊車有兩部吊車 這個是所謂的鋼筋龍 我們要打這鋼筋龍 以我們這個車站有30公尺 33公尺深的鋼筋龍 要這樣吊起來把它放到這個鍋槽裡面 然後才攪置穩定土 那要施工有一些必要的一些設施 這是一些穩定液的一個廚房廠 還有這個鋼筋廠的一個加封 要擺這麼長的一個鋼筋龍 可能要擺兩座三座的一個情形 所以它有一個場地是必須要在裡面所佔用的 各位說明 那中華大風這個公司 事實上在 這是民國91年 那時候我們跟他們也是得標廠商 在這邊的我們南宮處的要求 就是工具要保持整潔 那圍梨不能夠歪歪扭扭 是圍梨就是圍梨 所以外面你要負責要去清潔 那標線就是要標線 讓車子能夠順暢 那這是我們南宮處必須的一個督導 整個處裡面也是我們處長 一路下來大家的一個督導都必須 那廠商他們的配合 中華大風時上他們的配合也不錯 所以中校新生在 就是現在這個中華跟大風聯合成來 他們所施工的 當時的施工的一個圍梨 那也借這個機會 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也是我們後續佔用的時候 大概也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也是貼著這個大樓的一個邊邊 一個旗遊 從中校東路口一直到這邊擠南路口 這一個地方 還要再過去一些 這是圍梨佔用在邊邊的時候的幾個施工 那這個同樣也是中華大風的施作一個情形 在佔用這個中間的一個車道 那新生南路又很寬的一個道路 所以它佔用交通上影響的還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這一邊呢 路只有25公尺 大概三分之二而已 那這樣子的施工 廠商後面或去的施工 圍梨一樣 那交通都是 他們有做不好的地方 你們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督導他們去把這些工程做好 那圍梨已經是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 以施工的一些擺設 施工的一些情形 他們去做一個管理 外面要讓車輛交通能夠順暢 那這個是就是中華大風的施工 先前的施工施工 他們是打著這個名號出來做的 所以各位做不好 跟我們反應 我們會要求他們去 督導他們去做一個改善 就是行聖南路這個以前的教會 現在好像是還變得很大 那或許假如我們有聯合開發的部分 假如有成立的話 那施作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也是說在進去裡面 會有一個聯合開發基金 那外面這部分還是做這個 這個側站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就是中華大風正在施工的一個狀況 我想徵達 信一線東一岩段 第一階段 將為設 北側還是南側為離 好 請等一下 一二三 前面這位女士 南側 好恭喜 給獎 我們坐的時候 連續遺失座以後 下面會鋪設復工板 復工板 為什麼要鋪設復工板 除了提供車子走以外 下面 復工板下面我們調劃這些管線 這些管線 我們施工都要去跟管線單位協調 然後調劃在我們的施工板下面 那我們福德街下面 因為從象山下來雨水 下雨的時候有不少雨水 那以前好像也是柳工駿的一個 在這附近有柳工駿 因為我來這邊上網查一下柳工駿的基因 確實有柳工駿 在我們 有到我們這一區 本來我也以為柳工駿 是不是在新店羅氏服務而已 事實上柳工駿 柳工駿 柳工駿也有經過我們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兩個鋼肚草 相寒 本來我們是一個2.6米的相寒 但是因為我們要施工 它那個寬度比較高 我們要把它改成兩個相寒 那負責雨天的排水之後 我們要做好這個相寒 讓水能夠排流動 排出去以後 我們還會放輕的再繼續施工 要不然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雨水要是不兼由這個相寒 排水排走的話 可能我們的工駿自己都會淹水 那也會影響到各位的 兩側的一個居家 這是我們施作一個相寒 調掛的一個簡易圖 給各位報報 交通宣導計畫 我們會利用各種形式來跟各位做一個宣導 這個我們就不再細說 這個是我們會盡量去做的 那宣導的部分 今天我們辦理的一個施工說明會 就是在這個地方 過去我們有完一些宣傳折業 我們也透過景廣的一個宣導 海報、張貼、柔信告示牌 還有施工一些告示牌的一個告知 那我們一些 交通大安會報也要求我們 公車要欠以前要有兩週要辦理 還有我們會遵守這些時間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也這邊告訴廠商 你要依照這個規定來做 交通小濱零的部分 怎樣才能避免篩車 請各位利用一下大區域的改造 或利用大眾交通運輸 這個剛才真的是白色會看不見 抱歉 本來因為我們自己在做簡報的時候 看得比較清楚 我來念一下 第一個 怎樣才能避免篩車呢 那這個 若不方便搭乘交通運大眾運輸怎麼辦 這個就是我們建議採用大範圍的一個改道 車輛改道走忠孝東路 宋德路的部分 那公車的部分有影響嗎 要怎樣上下車 公車的部分我們在施坐北側圍 南側圍離跟北側圍離 對一個松有新村站的地方都會有影響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是一個利用我們南公處的網站 也可以得到我們這個施工的一個情形 我們在網站裡面都會掛車 這是剛才我們在說過的 請低各位利用松人路、松德路 盡量改道 那真的 非不得已 你經過公區 公區也是通的 不是說公區內不能通 你要走還是可以 盡量走外圍的一個改道 接下來 那剛才說明了 假如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圍離一帶 是坐在封的時候 有一些 譬如說 由東向西的時候 走在福德路上面 福德街上面 由東向西 到五十一項的時候 就不要左轉 稍微繞道一下 因為這裡會有圍離 也就是說五十一項跟走到八十四項的時候 從西向東走到八十四項 以前可以左轉 在我們施工期間 這邊不要左轉 車子在走在這裡的時候 看到會看到一個 禁止左轉的一個高層 一個高層 也就是那 稍微繞一下 跟各位鄉親也 麻煩各位鄉親一下 從這邊大道路稍微繞一下 再進去 那這樣因為有一個圍離 那這邊要往這邊過來還是走 從這邊過來 大概繞一下林口街到後面 這真的是不得已的一個措施 跟各位做你的報告 有五十一項跟八十四項 進去左轉 那搭公車的部分 在我們施座這個北側 北側 我們第一階段會施座南側 南側在施座的時候 這一個松有新村站會先 把它廢掉 請各位到這個前面來做 來搭這個公車 那在施座這個北側的時候 施座北側的時候 這一站的松有新村稍微 往往也是在這個大道路這個地方 那南側我們做好 就恢復這個松有新村 那北側做好的 在做南側的時候 北側是兩個站都可以用的 那也就是會受施工唯一的一個影響 跟各位做報告 還有各位晚上在倒垃圾的時候 原來在這個地方 稍微往林口街方向 大概一百公尺 這邊我們會施座圍林的 還有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差不多 圓區一半的地方 這個地方稍微往前一下 我們也去跟環保前做協調 請他們稍微往前後移用一下 也比較好 因為有架設為宜 這樣才能夠方便各位做垃圾的情運 那這個是倒垃圾有影響到 跟各位做報告 完工後呢 阿林他站了一個模擬 包括外面的簡報 各位來收耿 稍微看一下 我們是結... 就我們使用的 養金這個設計公司呢 顧問公司呢 他是結合了山水的一個影響 我們這邊有市售山 那所以有一個山水的影響 那主要還有應用一個水流 還有一個時尚信義 可是這個信義區呢 是一個時尚的一個區域 所以利用大概這兩個水流 時尚信義的一個概念來做 那加上這個意識 有這個柳公鎮的一個水流 所以他把這些概念呢 轉化到這種車站裡面 這就是做出來以後 車站裡面大概 他把這個水流的意象 轉化成這個天花板裡面 那藉由這個水的一個漸層 從這裡顏色比較淺比較深 那都會有一個好像有點像是 卡通裡面我們在這個水 生活在水的下面這個裡面 這兩邊有比較深的這個藍色 凝聚我們的一個視覺的一個效應 那這都是顧問公司用心設計出來的 這是穿航層的一個部分 這是另外也是在穿航的部分 這個是有收尿閘門的一個地方 那種車站的一個牆 這是月台城的一個設計 這是等大車的月台城 這個是大概我們的3D模擬的一個示意 這是原來的出入口 那我們的出入口以後 大概看不到這些原先設計的造型 原來是說有四壽山 它有一些折角和模擬石頭的一個景象 也就是說四壽山的一個延遲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後續這兩個出入口 就是併到那個廣市開花園區裡面 所以這個是當初他們設計的一個概念 用給各位先參考 其實我們設計也都是有做一些用心 建物安全的部分 我們的施工前 施工重、施工後 都會做建物的一些處理 那建物公司在做的時候 建物保護它會有大概往開挖區域 開挖30公尺 它會延伸直線大概45公尺 從30公尺延伸到45公尺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做一個列為建物保護範圍 也就是施座前廠商必須去做 對這房子要做一個保護的考量 保護措施的一個施座 才能夠來挖掘 那這是設計階段 包括施工階段 施工階段 我們會要求廠商 他要請有公信力的計施工會 來進行建物的一些調查 那這邊等一下 我們廠商也會做說明 施工之後安全 我們會佈設監測儀器 監測儀器來隨時 監測各個建物的一個景況 那做為我們施工的一個考量 那在潛盾裡面潛盾挖的時候 我們會採用一個同步碑蓮灌漿 我想這是實際工程上在做的 只是先提供給各位 事實上這些我們都會去要求廠商 來把這個東西做好 那這是所謂二次灌漿 二次灌漿在潛盾隧道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從裡面做鑽桿出去 經過要加強建物保護的範圍 從隧道裡面再做二次灌漿的一個情形 建物現況的調查 我們會要求廠商執行現況的調查 那會請一些工會 技術工會 有公信力的一些工會 這個廠商他們會實作 就進到各房間內 房間去看查樓板、牆 還有所有組件 包括一些裝修設施 把它做一些紀錄 那有較大的裂縫 或屬的地方也會做一些紀錄拍照 那除了內部以外外面 有關公共樓梯間 牆面的現況的調查 以及外部整體整個房子的垂直度 然後水平的高層的測量 先做施工前先做一個量測紀錄 跟施工中做一個比較 到底我們施工廠商施工的時候 有沒有去影響到各位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個是他們一定要先做的 所以施工前會有一個建物調查 跟各位做一個鬆 以下後續廠商再來 等一下也會做的比較細膚的鬆 那這次我們在會埋設一個監測椅 這個叫做頸鍍牌、頸鞋的一個 來監測看看 施工中有沒有影響到房子的頸鞋 那房子有一些觀測點 我們也會去做測量 那各位不要說去吸它 或去拿鐵錘去敲它就好啦 那這個東西或者是你真的有去動到 碰到稍微還沒關係 那有動到有被什麼車子 什麼大型的東西撞得到 通知我們一下 我們會去做一些復測 或是重新再設一點 那能夠保持就盡量不要去動它 其實是我們觀測的一個需要 有動到告訴我們 要我們會去再做一個 顧測的一個控制 那跟各位報告監測環境 這個標從102年2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對這個我們要施工的範圍 做一個空氣的品質跟噪音的進行的監測 那我好像也有到包括中柏里那邊 離辦公室那邊也有去安裝這些監測儀器 那施工後我們會更增加震動、排放、排水、地下水 和交通量的一個測量量測 來跟施工前做一個平對 看我們施工到底影響多少 那監測大概是固測的一個位置 提供各位做參考 這是告訴我們 我們102年就已經開始這樣做這些數據存在 那房屋稅的條件 這個也有提長跟我反應 我們在施工的時候有一些房屋稅會做調降 那這個我們在工程開始做為例之後 我們就會發文給這個稅間單位 請他們來做一個派員 他們會派員來勘查 那在這邊會調降各位的一個房屋稅的一個稅率 那試用的大致範圍是這樣 這個會由稅間柱他們來做一個處理 就是我施工範圍施工範圍的兩側 兩旁的房屋或者巷道內 主要巷道的部分 主要巷道的部分也會有降稅的調整 那這也是一樣 假如中央有分隔島做這一班 這一班也會有 但是我們的信心是應該兩天是都會有 那我們施工的時候會把這些資料報給稅間柱 由他們來做一個稅間蠻無稅的一個降低 那這個R03車站呢 有奉天公在 他拜的是天公廟 我們來這邊施工 我們會找一天請我們同仁去那邊做拜拜 請求他可以往平安 那附近有四壽山 四壽山 後續我們捷運做好了之後呢 我想這些天公廟啦 四壽山啊 會更吸引更多人 那這邊又有那個板南線跟西壁線 後山提站就在中標登陸上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會帶捷運的時工 會帶給各位更方便 然後給各位交通的一個選擇 繁榮的情況就不必再說了啦 結局是從以往的捷運施工的經驗來看呢 施工都難免會對各位周邊帶來影響還有不便 那這希望這是震動期的 各位做報告再次 請各位詳心包含 那我們也會好好地督促我們施工廠商 來做好對各位的影響盡量減少 也感謝各位鄉親的議員 那我們監照公所的報告就到這邊 各位假如對施工有意見 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還會做一個施工告示牌在我們施工區域兩側 各位要抄這電話也可以 不抄沒關係我們會提供 或者是各位上網搜尋sdpo就可以 南公處的網站也會有出來 那我們公務所的電話 我們的辦公室在松德路底 松德路300號8樓 後續我們施工隨時可以跟我們聯繫 那我們也會透過各種方式 包括跟里長那邊 或者透過群問里長 我們會把可以跟我們聯繫到 隨便打一通捷運局 網路搜尋也可以知道捷運局的一個電話 跟我們局裡面反應 局裡面會轉給我們工程處 直接打給我們公務所 歡迎 絕對歡迎 可以直接打給我們公務所 我們事情處理會比較快 請各位都利用公務所的電話 27593993 也可以用穿針 有甚麼用鞋帶上面都可以 歡迎各位跟我們聯繫 還有第八題 信義線東元段是有哪兩家廠商共同承來 好 抱歉 抱歉 那位 粉紅衣服 好 中華工程跟大工銘道 這個獎應該由中華工程跟大工銘道提供 真的是 是中華大工銘道提供的嗎 那我們呢 我們也有啊 我們也有 一定的啊 好 下一題 新一線東元段是有哪 檢舉哪一個工程處主辦 中西南北大師期 好 再一次 好 一二三 這邊 南區工程處 恭喜 好 我們就是南區工程處 謝謝各位 好 第十有獎真答案 台北市大運 明年幾月辦理 好 我們來黑色 最後面那位黑色衣服的先生 是是是 八月 好 恭喜 就八月十九到八月三十號 好 簡報結束 謝謝各位 再跟麻煩各位 更新 好 真的 抱歉 那我們現在請廠商做說明 好 因為剛才有 還有 張茂蘭議員 這個有 那點已經批了 等一下 問問題 安康里萬里長 感謝 感謝來給我們知道 松茸里王俊龍 黃里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以上後面 兩位 另外 有 實在 實在力量 台北本部的專員 陳 威翰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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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請廠商就趕快 做個說明一下 先生 先生 請問你這樣 有獎真答 這樣把時間都拖過 我們等一下 分問題怎麼辦 不會啦 等一下你時間到了 就是說 啊 書面報告是不是這樣 我們 還有獎真答 實體 也歡迎書面報告 那我們現在大概的時間是 八點半到九點 我們有留 半個鐘了給各位 原則上 時間沒有限制 各位如果想留在這邊 我剛才有講 我了解了 我會跟各位報告 那我不了解 我才會再跟各位做個說明 好不好 原則上時間 我沒有說 一定限制到九點 好不好 原則上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 司空廠商很快 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謝謝 好的 好的 好的